快點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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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世界裡面 有許多快樂 一時有氣場的角落 就像快樂天使 有許多美好 快點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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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條版 2015七條版 健康寶寶大比賽開始了 三百多名零到四次的寶寶 關注在七條版的舞台 他們將要通過各種各樣的遊戲活動 展示他們的風采 爬爬爬 看誰爬得快 走走走 看誰走得好 最開始的遊戲時光 最威風的親子畫面 誰是最快樂的寶貝 誰又能獲得健康寶寶的名號 答案馬上揭曉 七子總動員寶貝樂翻篇 歡迎來到七條版的健康寶寶大比賽 我是小朋友們的月亮姐姐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裡的呢 是四三到七十八個月大小的寶寶 這個年齡段的寶寶 唱唱跳跳蹦蹦跳跳 特別的活魄可愛 那根據這個年齡段的寶寶特點呢 我們的T小板也特意 準備了很多好玩的遊戲 不過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的十八位寶寶 是怎麼誕生的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當天的海鮮情況 這一次我們節目組的編導 專門奔赴了北京金色天使幼兒園進行拍攝 活動當天有百餘位寶寶來參加 七星的老師們將參與拍攝的小朋友們啊 分成了三組 並且早早地將幼兒園的操場 布置一心 今天比賽的內容是 腳踏感筒平衡車 就是請小朋友們在賽道上 直線齊行感筒平衡車前進 準備就緒 比賽開始 瞧寶寶們爭先恐后的出發了 別看這小小的車呀 從來沒有騎過的小朋友 掌握起來還真是不容易 因為這對於寶寶的全身協調能力 有著很高的要求 習行的過程中 寶寶還要根據情況 來調整自己的身體重心 重心向後 小車就不走了 重心向前 小車就翻了 所以啊 現場海鮮的狀態真是萌太百出啊 看有的寶寶沒有調整好方向 兩兩小車撞在一起了 當然也有的寶寶非常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雖然寶寶們的能力有高低 但是他們都樂在其中 寶寶們你們都是最棒的 同時通過我們的微博微信 我們也函選出了很多可愛的寶寶們 今天他們都帶著自己的爸媽媽媽 來到了我們的節目現場 18個可愛的寶寶被分成了三組 首先我們來認識的是 第一組我們的小貓咪寶寶隊 歡迎你們 小貓咪怎麼叫呀 喵喵喵 今天來的不僅有小貓還有大貓 好 歡迎可愛的小貓咪隊 接下來我們認識的是 第二隊可愛的小猴子隊 歡迎小猴子 還有大猴子 好 小猴子 刀刀手找個招呼吧 好 認識了可愛的小猴子隊 接下來最後一隊上場的是我們的小狗隊 歡迎小狗 歡迎小狗 小狗寶寶和他們的爸爸媽媽 歡迎你們 認識了今天可愛的爸爸媽媽和小朋友們 那我要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遊戲呢 仍然分為三輪 第一輪遊戲結束之後 我們會選取成績最好的九個寶寶和他們的爸爸媽媽 進入到第二輪的遊戲 第二輪遊戲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選取成績最好的六個寶寶 跟他們的爸爸媽媽進入到第三輪的遊戲 所有的遊戲結束之後 我們會評選出今天的健康寶寶和快樂寶寶 好了 接下來我來問問小朋友和爸爸媽媽們 你們做好準備了嗎 好的 那讓我們趕緊開始今天的第一輪親子遊戲吧 好 第一輪遊戲快樂趕筒車馬上就要開始了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第一組小猫寶寶隊 快樂趕筒車怎麼玩呢 讓大家看到這個趕筒車已經擺在了小朋友的面前 當我說開始的時候 小朋友就騎上這個趕筒車 從起點媽媽的身邊出發 然後迅速找到爸爸跟爸爸親一下之後 就可以折返回來了 我們首先要看第一次折返的速度 誰最快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 在規定的時間當中 誰折返的次數最多 那成績最好的前九名寶寶 就可以進入到第二輪的比賽了 好 各就各位 開始 小心一點 小心一點 我們這小朋友速度也太快了 四號和五號最早找到了爸爸 好 我們的五號 四號 五號最先回來 接下來是四號 好 四號和三號再一次返回了 二號現在要返回了 好 加油 加油 這個趕筒車呀 這個需要小朋友非常好的掌握好平衡 啊 所以鍛鍊小朋友的手眼的協調性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一定要掌握好身體的這個重心平衡 一流血就會摔去堆了 啊 太棒了 六號 加油 哎 現在其實已經非常非常順利了哈 哦 好的 可以看到 哇 都回到了媽媽的身邊 cko都回來了 他有多於一起 好 可以看到这小朋友 骑得都非常非常的好 好 有爸爸亲宝宝的 有宝宝亲爸爸的 反正我们要亲一下再折返 好 时间到 小朋友们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 都是越起越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第二组小朋友的表现 好了 我们第二组的小朋友 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 欢迎可爱的小猴宝宝队 加油 加油 来 各就各位 请上车 预备 开始 可以看到小猴子 一下子就冲了出去 别着急 第二 一定要掌握好中心 好 小猴子二号和小猴子五号 现在都已经开始折返了 好 加油 五号 加油 五号小猴子宝宝现在最快的 二号小猴子宝宝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 他们马上就要到低点了 好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宝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宝宝其他爸爸身边之后呢 爸爸都给他们再点赞啊 平常 车在这儿一人跑出去了 加油 上车 再来 好 加油 好 那其实这个车呢 既可以挣得起也可以倒得起 但是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就要用自己的身体来感受 这个车的平衡啊 所以这个节目呢 包括我们这个游戏呢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宝宝来说呢 非常非常有益处 他们可以锻炼他们的手脚的协调性 身体的平衡感 也锻炼他们的短量 而且呢 因为游戏的时间是有一定限制的 所以还要锻炼小朋友们 持之以后的这种态度 不然小朋友挺有点的 这个下离掉之后呢 都不哭 啊 立马 继续上车往前走 而且小朋友 从爸爸那边折返的时候呢 他们还会喊着妈妈 然后到了妈妈的身边 他们继续会 好 加油 现在五只小猴子同时都要同时认识它了 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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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时间到 好啦 小猴子 小猴子们还都意犹未尽哈 看来这个游戏对于小朋友来说 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第三组小朋友的表现吧 第三组小朋友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再一次欢迎小狗宝宝队 加油 小狗们 来 请上车 预备 开始 可以骑了 哎呦 小心一点 首先要掌握好这个平衡 啊 没关系 没关系啊 小朋友都非常的勇敢 好 自己调整好车 往前走 好 最先打头的是我们的三号小狗宝宝 太棒了 好 加油 加油 好 叫头 那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那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小朋友的身体 自己前行 啊 要子稍不留神 就会摔跤了 好 我可以看到这个 两个一个爸爸妈妈呢 也都在不断地 敷衩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啊 给他们进行个鼓励 好 小朋友呢 这个目前他们骑的都是非常非常顺利的 加油 小狗 好 我们今天要为看到小朋友 骑着鞋子会从小车上吊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平衡出现了这个问题 好 加油 小朋友 你们要不断地找到自己的平衡啊 因为这个不光是一个双脚的运动 双手啊 扶着这个小车的两个把手 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手的力量呢 也会给身体一个支撑 然后让他们的身体呢 不断找到平衡的血 时间到 好嘞 好的 那我们今天第一轮的游戏呢 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赶紧让我们的裁判统计一下 究竟有哪九个宝宝 可以进入到我们第二轮的游戏当中 小猫队的二号宝宝 小猫队的三号宝宝 小猫队的四号宝宝和五号宝宝 小猴队的二号宝宝 小猴队的五号宝宝和六号宝宝 小猫队的三号宝宝 小猫队的五号宝宝 小猫队的五号宝宝 2号宝 si 小猫家堂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进入第二轮游戏的第一组小朋友是谁呢 有没有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她们 它们是二号小猫宝宝 二号小猴子宝宝 和三号小猫咪宝宝 啊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爸爸妈妈是大猴子 他们要用齐天大圣的金箍棒 抬着小猴子来运桃子 一会儿的小猴子是考验他们的臂力 双手抓在这个金箍棒上 然后用他们的脚或者是腿 加一串桃子 每次只能用运一串桃子 要用最快的速度从起点出发 用这样的姿势把桃子运过去 然后小朋友可以跑回到起点继续出发 我们要看在规定的时间当中 谁家运的桃子最多 好了 各就各位准备好 预备开始 注意小猴子脚不能找底 好 跑回店 继续运 这些大猴子们可真够厉害的 在现场就像一整风一样 这个游戏锻炼小朋友的臂力 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 别把小猴子扔出去 小猴子用腿加桃子 爸爸妈妈又带着孩子运过去 加油 加油 我们还可以听到这个大猴子 不停地再给自己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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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简直是太棒了 二号小猴子又已经出发了 他们用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好 二号小猫咪 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快 三号小猫咪一家表现的 也非常非常的好 那如果把桃子都运完了 我们就要看谁家最先运完 所有的桃子 注意 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小猫的脚是不能找底的 好 在这个游戏当中 锻炼了小猫的臂力 同时也锻炼了小猫的耐力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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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的二号小猫的 已经完了 接下来就看最后一家子 你们谁最快了 好 几乎是同时回到了起点 好的 我觉得最逗的就是这个 你这小猫咪对 我怎么看着妈妈 我就觉得她像蓝皮鼠 这妈妈最逗了 整场就听着你一个人 那你觉得妈妈和爸爸今天 表现得好不好 好 表现特别好 你们累不累啊 不 不累 你是不累 因为你直接到的上面就行了 你爸你妈这来来回回跑几趟了 出汗了没有啊 出汗了 减肥了吧 对 那你该说感谢七小板 对 感谢七小板 感谢这个活动 好 那刚才呢 我们只是第一组的小朋友 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游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第二组小朋友的表现 好了 第二组的小朋友 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们再次认识一下他们 欢迎可爱的四号 小猫咪宝宝 五号小猴子宝宝 还有三号小狗宝宝 好 一会就要看 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 配合的怎么样了 来 各就各位 预备 开始 大猴子带着小猴子 直接就进桃子了 哎呀 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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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游戏当中 我们不断地听到的小朋友 大大大地小声 这个游戏真的太好玩了 我们可以让这个宝宝 在这个过程当中 特别特别的快乐 而且呢 这个爸爸妈妈 虽然也非常 也会可以锻炼身体嘛 这是一个精子游戏 一家人快乐地享受 精子游戏的过程 同时 哎 小心 小心 再重新出发 来 加 加好 加好桃子 加住了啊 抓住 抓住 对 好嘞 好 这个小朋友们 刚才妈妈也不要太着急啊 为了这个速度 这个把小朋友们 这个这个 还是要稍微照顾一下啊 好 一定要文章文打啊 回去的时候 让小朋友自己返回啊 跑回去啊 带着小朋友一起返回啊 好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 大家的速度都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一辆一辆 桃子一辆运过去啊 好嘞 我们五号 小猴子一家人运完了 好 回到齐点 哎呀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啊 没关系 没关系啊 好了 这一轮的这个小猴子 和大猴子运的 也非常非常的快哈 我们感觉还没看清楚 那桃子 忽然忽然忽然 都被他们运光了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 第三组小朋友的表现吧 好 第三组小朋友 也已经做好准备了 让我们再一次 来认识一下他们 欢迎可爱的 五号小猫咪宝宝 欢迎五号小手宝宝 欢迎六号小猴子宝宝 一会儿希望 你们跟爸爸妈妈 能够玩得开心和快乐 那接下来就请你们 各就各位做好准备 预备 开始 好 爸爸妈妈 请金箍棒啊 吊着小猴子前进 小猴子要吊在金箍棒上 这个考验小朋友们 双手的这个力量啊 人家人要一起配合 可以看到小朋友 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小朋友们 一定要在运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很自动的 就把这个小脚呢 哎 拳起了他们的小脚啊 这是为了让他们 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呢 正好呢 把这个小桃子运过去啊 所以爸爸妈妈的速度 都非常会让他排线盘的感觉 瘦瘦的一股一股的风云 一股的风云 结束了 installed 小猴子 这 我们的五号小狗已经完成任务了 速度非常的快 好 接下来六号小猴子队 太厉害了 小朋友 哎呀 小心 我们这位小朋友摔得非常的漂亮 自己边跑边回去 自己好像还柔了柔小屁股 我得问问这个小朋友 来 五号小猫咪 刚才摔了一跤是不是 摔了一跤 然后还看你乐呵呵的 你怎么这么勇敢 你勇敢吗 勇敢 那你说棒不棒 什么 爸爸教我 爸爸教你什么 爸爸教我是不摔 不摔了不哭是不是 真好啊 表现太棒了 爸爸说的特别的好 每个小朋友既要参与游戏 而且要变得越来越勇敢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轮游戏 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看看究竟有哪六个可爱的小朋友 可以进入到我们第三轮的游戏当中 小猫队的二号宝宝和三号宝宝 还有小猫队的五号宝宝 小猴队的二号宝宝和小猴队的六号宝宝 小狗队的五号宝宝 收藏宝宝 收藏宝宝 收藏宝宝宝 关注在七条版的舞台 他们将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游戏活动 展示他们的风采 爬爬爬 看谁爬得快 走走走 看谁走得好 最开心的游戏直播 最威风的新者画面 谁是最快乐的宝贝 谁又能获得健康宝宝的新号 答案马上揭晓 第三轮游戏小老鼠孕蛋就要开始了 让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 进入到第三轮游戏当中的第一组小朋友 二号小猫宝宝欢迎你 二号小猴子宝宝欢迎你 三号小猫咪宝宝欢迎你 这一轮游戏是小老鼠孕蛋 没想到两只小猫要扮成小老鼠了 小猴子要扮成小老鼠了 当月亮姐姐说开始的时候 小老鼠要躺在地上 双手在肚子上面抱着这个球 这个球就是蛋 然后双脚蹬地 身体是贴在地上 用双脚蹬地的力量控制身体往前行的 然后要把这个蛋运给爸爸 之后折返再运一个蛋 再运给爸爸 我们要看在规定的时间当中 哪只小老鼠运的蛋最多 哪只小老鼠就是最能干的小老鼠了 好 请三只小老鼠各就各位做好准备 预备 开始 小老鼠要依靠腿部的力量 别跑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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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只小老鼠已经运过去了 小老鼠也运过去了 好 现在他们也太革缓了 那这个游戏呢 尝验小朋友的这个腿部的力量 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个游戏当中呢 有的小朋友选择的是双脚啊 同时蹬地 那我们中间的这个二号小猴子 那选择的是两只脚交替进行 交替蹬地来运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两只脚如果力量不一样的话呢 他们都会出现这个跑偏的情况 就像滑船一样 他们就要通过这个两边的脚啊 力量的调整来调整 他们的屠红和方向 啊 好帅的速度 好 好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到底是两只脚快还是 两只脚同时蹬地 好像不如两只脚交替蹬地这么快啊 好 继续宝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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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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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 怪不得你运得这么快呢 原来你愿意当一只小老鼠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小朋友的表现吧 小老鼠运弹的游戏继续进行 让我们再次认识一下第二组的小朋友们 他们是五号小猫咪宝宝宝 五号小狗宝宝 六号小猴子宝宝 好 一会儿呢就要看哪只小老鼠啊 运弹运得快了 好 来 各球各位 预备 开始 好 给你把这个蛋打住 看看蛋已经运过去了 你的蛋呢 快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 五号小猫基本上是无实物表演 五号小狗和六号小猫住 已经折返了程中了 他们现在用的这是第二个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小宝宝现在吃风飞进 速度都差不多 那么有的仍然是采取两只脚增进的方式 有的采取的是左右脚胶地增进的方式 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快乐 孩子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好 好 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非常专注的 而且他们非常的勤劳 一趟一趟的运不辞辛苦 小朋友 跑天了 跑天了 好 在小偷放入球之后呢 双脚就可以蹭地 然后呢 用他们小腿的力量推动身体 接触地面不断地前进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小朋友们一定要坚持住啊 同时还要用双手 扶好球 那不仅要掌握好身体的平衡 同时呢 更重要的是要感受腿部肌肉的力量 和如何登地 让自己的身体前进的这种感觉啊 那这样的游戏呢 还可以锻炼小朋友背部的力量 小朋友像小超人一样啊 好厉害 加油 加油 好 那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跑天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用这个左右脚交替的方式 把自己身体的这个方向调整过来啊 非常好 小猴子太棒了 加油 加油 小猴子一直都不放弃啊 现在坚持前进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有时候还会发出声音来 哎 自己喊加油 好 这速度太快了 现在给天天进入家庭啊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都获得了 最后我们的五号小猫咪和五号小猴子 小狗 对不对 你觉得运的快不快乐呀 快乐 开心不开心 开心 你运的好不好 好 表现的棒不棒 那你说我给自己点个赞 我给自己点个赞 我们要给所有的小朋友都点个赞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发礼物的环节了 我们赶紧统计一下成绩 看今天的健康宝宝和快乐宝宝究竟是谁 小猫队的五号宝宝和小头队的六号宝宝 小猫队的二号宝宝 小猫队的三号宝宝 和小头队的五号宝宝 过得我们今天健康宝宝宝宝的冠军做法 队队的二号宝宝 今天我们的健康宝宝大笔篇 所有的游戏都已经结束了 就到了给小朋友们发奖的环节了 今天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获得我们清晨版为他们提供的优笔玩具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今天有三个并列亚军 他们分别是三号小猫咪宝宝 五号小手宝宝和二号小猫咪宝宝 让我们掌声向他们表示出货 那今天的冠军只有一个 那就是可爱的二号小猴子宝宝 祝贺你 把小奖牌啊 来自己拿这个小奖牌吧 我们的小冠军健康宝宝属于这只可爱的小猴子 和他们的爸爸妈妈 真了不起 同时我们还给你们提供了 啊这是花园宝宝的玩具 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那今天的我们的游戏都已经全部结束了 问问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 今天你们开心吗 开心 喜欢我们的七小板吗 喜欢 喜欢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 能够带着您家的宝宝参与我们的节目 同时您还可以参与我们 中央这台少儿频道官方微信发起的一个活动 那就是为七小板传来你们宝宝最美笑脸的照片 也许下一次就会把宝宝的照片呢 刊登在我们七小板的演播室的后墙上面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大家一起说一声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晨起床啦 妈妈给我幽黄 来到幼儿园 老师给我幽黄 晚上回家啦 爸爸给我拥抱 我给大家抱一抱 抱抱感觉真美妙 抱抱 抱抱 妈妈妈妈抱抱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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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大家一起抱一抱 抱抱 妈妈妈妈抱抱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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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真美妙好 抱抱 妈妈妈 抱抱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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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鸟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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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right BTS 词曲, 词曲,许词 词曲, 曲 completely 词曲 climb 这次 if at what something new c am I justice 不 even WhatsApp wala because it's all will try you but I don't